我与地坛 节选 石铁生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 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 实际就是地毯 许多年前 旅游业还没有兴起 园子荒芜冷落的 如同一片野地 很少被人记起 地毯离我家很近 或者说 我家离地毯很近 总之 只好认为这是缘分 地毯在我出生前 四百多年 就坐落在那儿了 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 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 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 可搬来搬去 总是在他周围 而且是越搬 离他越近了 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 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 而历尽沧桑 在那儿等了四百多年 他等待我出生 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 呼地惨飞了双腿 四百多年里 他拨拾了古殿沿头浮夸的琉璃 但退了门壁上炫耀的珠红 摊披了一段段高墙 又散落了玉气刁烂 祭坛四周的老百树 玉简苍幽 到处的野草荒腾 也都茂盛地自在坦荡 这时候 想必我是该来了 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 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 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 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那时 太阳寻着亘古不变的路途 正越来越大 也越红 在满源弥漫的沉浸光芒中 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 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 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 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 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 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 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凉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 我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去路 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 我就摇了轮椅 总是到它那儿去 警卫着 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 另一个世界 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 没处可去 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 跟上班下班一样 别人去上班 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 园子无人看管 上下班时间 有些超近路的人们 从园中穿过 园子里活跃一阵 过后便沉寂下来 园墙在金黄黄的空气中 斜切下一六阴凉 我把轮椅开进去 把椅背放倒 坐着或是躺着 看书或者想事 绝一刹树枝左右拍打 驱赶那些和我一样 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的小昆虫 风儿如一朵小雾 稳稳地停在半空 蚂蚁摇头晃脑 捋着胡须 猛然间想透了什么 转身急醒而去 飘虫怕得不耐烦了 累了 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 忽悠一下 升空了 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 寂寞入一间空污 露水在草叶上滚动 聚集 压弯了草叶 轰然坠地 摔开万道金光 满园子都是草木 静香生长 弄出的响动 稀稀缩缩 稀稀缩缩 片刻不息 这都是真实的记录 园子荒芜 但并不率败 除去几座殿堂 我无法进去 除去那座祭坛 我不能上去 而只能从各个角度 张望它 地毯的每一棵树下 我都去过 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 都有过我的车轮印 无论是什么季节 什么天气 什么时间 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 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 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 都亮起月光 记不清都是在它的那些角落里了 我一连几小时 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 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 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 这样想了好几年 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 一个人 一个人出生了 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而只是上帝教给他的一个事实 上帝在教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 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 所以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这样想过之后 我安心多了 眼前的一切 不再那么可怕 比如你起早熬夜 准备考试的时候 忽然想起 有一个长长的假期 在前面等待你 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 并且庆幸 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剩下的 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 这却不是一个 在某一个瞬间 就能完全想透的 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 怕是活多久 就要想它多久了 就像是 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 所以 十五年了 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 去它的老树侠 或荒草边 或腿腔旁 去莫作 去呆响 去推开耳边的嘈杂 立一立纷乱的思绪 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十五年中 这古园的形体 被不能理解它的人 肆意雕琢 幸好有些东西 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 譬如 祭坛石门中的落日 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 地上的每一个坎坷 都被映照得灿烂 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 一群语焰便出来高歌 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 譬如冬天雪地上 孩子的脚印 总让人猜想 他们是谁 曾在那儿做过什么 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 譬如那些苍黑的古白 你忧郁的时候 他们震惊地站在那儿 你欣喜的时候 他们依然震惊地站在那儿 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 从你没有出生 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 又没了你的时候 譬如暴雨昼陵园中 激起一阵阵 灼烈而清纯的草木 和泥土的气味 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时间 譬如秋风呼吱 再有一场早霜 落叶或飘摇歌舞 或坦然安卧 蔓原中播散着 韵贴而微苦的味道 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 味道不能写 只能闻 只要你身临其境去闻 才能明了 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 只有你又闻到它 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运 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现在我才想到 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毯去 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 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 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 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 她知道老待在家里 结果会更糟 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 在那荒僻的园子里 整天都想些什么 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 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 从那园子里回来 又中了魔似的 什么话都不说 母亲知道 有些事不宜问 便犹犹豫豫地想问 而终于不敢问 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 她料想我不会愿意 她跟我一同去 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 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 得有这样一段过程 她只是不知道 这过程得要多久 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 每次我要动身时 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 帮助我上了轮椅车 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 这以后她会怎样 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 我摇车出了小院 想起一件什么事 又反身回去 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 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 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 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 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 她说 出去活动活动 去地毯看看书 我说这挺好 许多年后 我才渐渐听出 母亲这话 实际上是自我安慰 是暗自地祷告 是给我的提示 是恳求与祝福 只是在她突然去世之后 我才有余霞设想 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 她是怎样心神不定 坐卧难宁 见着痛苦惊恐 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现在 我可以断定 以她的聪慧和坚忍 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 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 她思来想去 最后准时对自己说 反正我不能不让她出去 未来的日子是她自己的 如果她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 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在那段日子里 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 我想 我一定是母亲做过了最坏的准备了 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你为我想想 事实上 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 那时 她的儿子还太年轻 还来不及为母亲想 她被命运击昏了头 一心以为自己 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 不知道 儿子的不幸 在母亲那儿 总是要加倍的 她有一个 长到二十岁上 忽然结瘫了的儿子 这是她唯一的儿子 她情愿结瘫的是她自己 而不是儿子 可这事儿无法代替 她想 只要儿子能活下去 哪怕自己去死呢 也行 可她又确信 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 儿子得有一条路 走向自己的幸福 而这条路呢 没有谁能保证 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 这样一个母亲 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 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 我问她学写作的 最初动机是什么 她想了一会儿说 为我母亲 为了让她骄傲 我心里已经 两久无言 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 虽不是这位朋友的 那般单纯 但如她一样的愿望 我也有 而且 一经细想 发现这愿望 也在全部动机中 占了很大比重 这位朋友说 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 我光是摇头 心想 低俗并不见得低俗 只怕是这愿望 过于天真了 她又说 我那时真的就是想出名 出了名 让别人羡慕我母亲 我想 她比我坦率 我想 她又比我幸福 因为她的母亲 还活着 而且我想 她的母亲 也比我的母亲 运气好 她的母亲 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 否则事情 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 发表的时候 在我的小说 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 我真是多么希望 我的母亲还活着 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 又整天整天 独自跑到地毯去 心里是 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 走遍整个园子 却怎么也想不通 母亲 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 为什么在她儿子 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 她却忽然熬不住了 莫非她来此世上 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 却不该分享 我的一点点快乐吗 她匆匆离我而去时 才只有四十九呀 有那么一会儿 我甚至对世界 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 后来 我在一篇 题为何欢树的文章中写道 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 闭上眼睛 想 上帝为什么早早地照母亲回去呢 很久很久 迷迷糊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 她心里太苦了 上帝看她受不住了 就照她回去 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 睁开眼睛 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 小公园指的也是地毯 只是到了这时候 纷纭的往事 才在我的眼前 幻现得清洗 母亲的苦难与伟大 才在我心中渗透的深测 上帝的考虑 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 又是雾罩的清晨 又是娇阳高悬的白昼 我只想着一件事 母亲已经不在了 在老百树胖停下 在草地上 在腿墙边停下 又是处处重鸣的午后 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 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 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 把椅被放倒 躺下 似水非水 挨到日末 坐起来心神恍惚 呆呆地 直坐到古祭坛上 落满黑暗 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 心里才有点明白 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 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 母亲就来找我 她来找我 又不想让我发觉 只要见我还好好的在这园子里 她就悄悄转身回去 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 我也看见过几回 她四处张望的情景 她视力不好 端着眼镜 好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 她没看见我时 我已经看见她了 但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 我就不去看她 过一会儿 我再抬头看她 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 我但是无法知道 有多少回 她没有找到我 有一回 我坐在矮树丛中 树丛很密 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 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 走过我的身旁 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 步履茫然又急迫 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 还要找多久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决意不喊她 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 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 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 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恶 丝毫也没有骄傲 我真想告诫 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 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 羞涩就更不必 我已经懂了 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 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 以至于是想出名 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 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且不去管它了吧 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 逐日暗淡 我开始相信 至少有一点 我是想错了 我用纸笔 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 并不就是母亲盼望 我找到的那条路 年年月月 我都到这园子里来 年年月月 我都要想 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 到底是什么 母亲生前 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倦勇的折言 或要我恪守的教诲 只是在她去世之后 她艰难的命运 坚韧的意志 和毫不张扬的爱 随光阴流转 在我的印象中 欲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 十月的风 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 我在园中读书 听两个散步的老人说 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 我放下书 想 这么大一座园子 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 母亲走过了多少胶着的路 多年来 我头一次意识到 这园中 不单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 有过我车辙的地方 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有错 ы properties uldade 小心 对 理想 唯一 是 预写 看 小 你 cried 卉